8月23日有网友晒出何游君在电竞现场与一女子激烈对骂的视频 何游君站在看台边观看自己投资的队伍比赛 但不知是何原因他突然与对手队伍的工作人员对骂起来 期间何游君不断挑衅对方大喊你上来啊 情绪激动时他还手无足蹈的笑道 打不过我吧 对面工作人员见状则怒让他下来并骂他是私生子 两人剑巴弩张一次要打架的画面引起网友关注 有网友认为何游君做法不对 表示这样骂一个打工的女孩子真的很没素质恶臭 也有网友认为工作人员不能以人身攻击 还有部分网友指出该工作人员所在队伍曾打假赛 所以他被骂纯属活该 据悉何游君1995年1月12日出生 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和四泰梁安琪的三儿子 是何鸿燊的17个孩子之一 不过在电竞现场吵架不仅会扰乱现场秩序 也会给电竞比赛有兴趣的网友造成不良观感